全球最大的芯片IP公司Arm终于上市了 第一天大涨25% 整栋办公楼里都充满了财富自由的声音 结果一个月不到就跌破了发行价 市值蒸发了百亿 Arm成立33年 卖了2500亿颗芯片 几乎所有的手机里都会用到它 但是它的收入只有台积电的3.8% 英特尔的4.3% 高通的6% 英伟达的9.9% 它是一家成立于英国的日本公司 却一直受美国的制约 成为了限制华为等中国芯片公司的重要力量 它在移动互联网的浪潮中 战胜了巨头英特尔 现在却遇到大客户的反水和弱小RIS5的挑战 中国更是在转身离开 所以Arm究竟是谁 它牛在哪里 以至于被日本财团软银收购 Arm为什么要上市 它的未来又会遭遇怎样的困境 对于中国来说又有怎样的影响 这期视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 1990年 苹果公司从阳光明媚的加州 来到了英语连绵的剑桥 和另外的两家科技公司一起 成立了一家名叫 Advanced Risk Machine的合资公司 专门设计低功耗处理器芯片 当时应该没有人能想到 这个首字母是Arm 就是Arm的公司 竟成为了全球最大的芯片iPhone公司 几乎你知道的所有芯片设计公司都是Arm的客户 Arm为什么这么牛 原因就是它促成了智能手机的蓬勃发展 并且促进了移动互联网的大浪潮和大爆发 Arm CPU最大的特点就是省电 功耗低 特别适用于那些基于电池供电的应用场景 和英特尔 AMD的这种X86 CPU架构不同 Arm CPU采用的是Risk 也就是精简指令机 它对传统的那些复杂指令机进行了精简 从而得到了更少的指令 更简单的实现 还有更高的编译效率 那么除了移动端设备 Arm现在也在进入计算机和服务器市场 比如苹果就基于Arm架构推出了M系列的计算机芯片 取得了超高性能和超低的功耗 震惊了业界 Arm自己也推出了面向高性能服务器和数据中心的这种Niverse架构 开始和英特尔 AMD白手玩了 Arm有着2700多项全球专利 在全球的授权合作伙伴超过了1000个 软件开发者超过了1500万 已经构建起了非常强大的开发生态 那么再来说说Arm怎么挣钱 Arm的盈利模式非常的独特 说白了就是收智商税 当然了这里不是说割韭菜的意思 而是Arm的几千名员工工程师 通过海量代码和专利构建起来的技术过程合 那么Arm怎么收智商税呢 方法有两个 一个是一次性的知识产权授权 另外一个是版税 这个好比直播带货 商家先交给网红一笔坑位费 即使你一件产品也没卖出去也得交 然后网红每卖一件货就拿一笔提成 那么先说坑位费 也就是Arm的这个知识产权授权 也叫做IP授权 那么和高通苹果华越海斯这些芯片设计公司不一样 Arm并不直接设计芯片产品本身 而是提出了基础的这种CPU结构和架构 通过授权的方式允许其他的芯片公司进行具体的设计和研发 并从中获取技术授权费用 那么这种模式在现在看起来非常直接 但是在Arm刚刚出现的时候 这种模式其实是非常新颖的 Arm这种IP授权的模型有很多个层次 比如说对于像苹果高通这样有自主研发能力的公司 可以只获得Arm CPU的架构授权 然后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去实现具体的芯片设计 然而对于开发能力稍弱的公司 Arm都会提供参考设计 用户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针对性的优化 那么对于开发能力不足的公司 Arm还能够提供完整的方案级设计 用户直接拿过来使用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Arm就像是个开发商 可以提供精装、毛坯或者是只把地基打好租给你 你在上面可以直接盖高楼 华为Mate60 Pro搭载的麒麟9000S芯片 就被爆出是基于Arm的V8.2架构进行设计的 IP授权是一次性收入 Arm的另外一个收入来源就是板税 当那些基于Arm的芯片生产出来之后 会根据每颗芯片的售价 按照比例给Arm缴纳板税 卖的芯片越多交给Arm的板税就越多 Arm就像是芯片界的包租佛 垄断了全球的智能手机和大部分消费电子的处理器架构 强如苹果、高通、联华科 每卖出一部手机或者一颗芯片 都要给Arm交一笔智商税 2022年基于Arm的CPU 已经应用在全球超过99%的智能手机上 芯片累计出口量超过了2500亿颗 全世界超过70%的人都在使用基于Arm的产品 既有可观的一次性收入 又有源源不断的现金流 既有技术固定盒 又有无限想象的未来发展 听起来Arm就像是个印钞机 可以躺着数钱了 恭喜你 日本软银集团的孙正义 当年也是这么想的 恭喜你答对了 猪也是这么想的 2016年7月 日本软银集团花了243亿英镑 将Arm收入囊中 从此Arm就变成了一家日本公司 但是如果我们回头再来看Arm的收入数据 就会发现Arm的商业模式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性感 过去三年Arm的收入分别为 21、27亿和26.79亿美元 净利润只有3.88亿 5.49亿和5.24亿美元 不仅利润不高 而且基本没什么增长 相比之下 高通在22年的技术授权费用 就高达63.58亿美元 就连诺基亚 对就是那个连90后小朋友 都不知道的手机品牌 它在22年的专利授权费用 也高达16亿欧元 利润率高达99.7% 是真正一本万利的生命 Arm的知识产权授权 并没有赚到大钱 这是为什么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Arm收的芯片税 税率太低 而且征税的基数也太低了 Arm的客户每卖出一颗芯片 就向Arm支付芯片定价的0.5%到2% 但是一颗Arm出了一些芯片的价格 顶上大天了 也只不过是100美元 而且Arm主要还是用于智能设备 或者嵌入式领域 大都是低价的MCU产品 这种情况下 每个芯片能够贡献的板税收入 可能只有几个美分 加在一起也没多少钱 而我们都知道 另外一家芯片大厂高通 它收专利费的模式 就不是按芯片算了 而是按设备算 苹果向高通支付 基带芯片的专利费 是每台iPhone售价的5% 你想想 一台iPhone售价上千美元 一年卖两个亿部 要交给高通多少钱 大家可以自己去算一算 这几年苹果和高通在全球各地打官司 就是因为苹果不爽 高通收的专利费实在是太高了 苹果也想要自研5G基带 花了10亿美元 买了英特尔的基带芯片团队 结果几年过去了依然没有成功 只能还是乖乖的继续买高通的芯片 那么问题就来了 为什么Arm这个包租婆不涨租金呢 这还是和Arm的商业模式有关 那么为了维护授权费加版税 这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 Arm必须尽可能的多交朋友 尽可能的去扩展自己的生态系统 让更多的厂商使用基于Arm架构的处理器 而不是其他竞争对手的 所以才会出现交个朋友的价格 相比之下 高通在3G 4G 5G这些领域 有着超过14万项专利 其中很多是你无法绕开的关键专利 强如苹果都无法攻破5G基带芯片 制作大碉堡 其他厂商就更不用多说了 这也使得高通在定价权方面 有着绝对的华语权 所以Arm从来都没有挣麻了 之后或许也不会 这个时候就要再来说说软银了 软银收购Arm其实并非希望借助Arm的技术 来补强自己的任何产品 事实上它也并没有什么芯片产品和业务 软银的目的很明确 高情商的说法是面向未来进行布局 低情商的说法 那就是为了之后高价套鲜 那么就像某大在集胜时期 又是造车又是造游乐园又是玩足球一样 软银在早年间的投资 雅虎和Arm赚麻了之后 在十年间花了820亿美元 完成了超过140笔的收购 主打一个钱多任性 但是眼看它起高楼 验宾客意外还是不出意外的发生了 被孙正义寄予后望的Uber和WeWork 一个暴跌一个暴雷 仅是2019年就让软银亏了130亿美元 股票一度下跌了50% 不得不通过抛售阿里的股份去回血 那么细数软银手下的优质资产 Arm算是为数不多的那一个了 但是它的涓涓细流式的收入方式 完全满足不了孙正义 对短期大量现金流的需求 这就像我们上期视频分析英台的时候 说的那个下金蛋母鸡的理论 一颗一颗的下金蛋太慢了 不如给这个母鸡估个值 直接卖掉或者是上市赚的钱更多更快 实际上孙正义也是这么干的 他先想到的是直接卖 并且给Arm物色了一个超级买家 英伟达 2020年英伟达计划用215亿美元股票 加120亿美元的现金的方式去收购Arm 消息一出就遭到全球的反对 Arm的创始人之一 赫曼·浩斯博士 在接受BBC采访的时候 直言不讳地表示 如果英伟达收购Arm将会是一场灾难 我当时也做过视频详细分析过 为什么这次收购不会成功 链接在下方评论区里 本质原因其实就是 收购会破坏Arm的中立型 也从根本上违背了Arm 交个朋友的生态建设的核心思想 所以不出意料 这次世纪大收购果然黄了 对于孙正义来说 Arm就只剩上市一条路可以选择了 所以为了让Arm上市 孙正义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 包括对Arm的管理层打换学 连CEO都换掉了 而且还在削减先进技术的投入 将资源集中在 更具商业回报型的产品上 然后为了多赚钱 就尝试提高板税抽成 甚至想要自己去设计处理器芯片了 这样一来 不仅客户要交的钱更多 更是踩进了客户的地盘 这也让Arm的客户们非常不爽 但是不管怎样 Arm总算是上市了 发行市值540亿美元 比孙正义期待的700亿美元少了接近30% 但是也比243亿美元的收购价高了一倍多 我朋友圈也有不少Arm英国的兄弟们 在总部庆祝的照片 相信保留了90%Arm股份的软银和孙正义 也终于松了一口气 Arm上市当天股价狂飙25% 市值最高冲到了679亿美元 不过之后就一路往下 目前已经破发 超过130亿美元的市值灰飞烟灭 那么Arm到底怎么了呢 我认为既有内忧也有外环 先说Arm本身的问题 其实还是集中在商业模式上 成也萧何 败也萧何 要知道当年各大芯片公司反对英伟达收购Arm的主要原因 就是担心皮衣黄邪天子以令诸侯 掌握Arm架构的生态优势 挑战不同芯片设计公司的专业领域 结果现在Arm为了多赚钱 自己忍不住要跨入芯片设计领域 而且是最重要的CPU芯片设计领域 这意味着Arm会从自己的客户里去抢业务 至此大客户们的怒气之加一 不仅如此 Arm还在计划改变授权模式 把定价基础从芯片的售价改成终端售价 和高通一样 如果分成比例不变 这就相当于整体授权的费用上涨了10倍左右 客户们的怒气值又加一 然后搭售也来了 Arm提出新规 要求使用Arm公版CPU的客户 必须搭售Arm的公版GPU、NPU和ISP 这一下子就直接封死了一些手机公司 自研芯片或者是采用第三方芯片的路子 客户的怒气值又又加一 惹亡的客户 Arm的生态壁垒其实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坚不可摧 就在孙正义带领着Arm忙着各种降本增效的时候 杀出来了一个新的紧攻对手 RIS5 和Arm一样 RIS5本质也是一种精简的指令机架构 我们是亦父亦母的亲兄弟啊 不过 RIS5的指令机架构完全开放免费 不属于任何公司也不受限于任何国家的控制 这样就迅速成为了Arm的客户们寻找的 替代方案的理想选择 近几年 RIS5增长迅猛 会员单位超过了3600个 涵盖了全球70多个国家和地区 使用RIS5架构的芯片的出货量 也迅速突破了100亿克 高于Arm的发展速度 有意思的是 在这些会员单位里 高通又是特别的积极 比如说今年初 一家名叫RIS的生态联盟成立 目标就是创建面向RIS5的软件生态 并且加速它的商业化 创始成员包括高通 英特尔 三星 英伟达 谷歌 8月份高通联手 恩智浦 英飞灵 博士 这些公司成立了一家RIS5芯片公司 将推动RIS5在汽车领域的应用 就在前几天 高通和谷歌宣布 合作开发基于RIS5的新一代 骁龙可穿戴软硬件平台 不久前 RIS5基金会改选 也是由高通的高级总监 选上了比试会的主席 你是故意找茬是不是 其实高通的这些动作只是一个缩影 RIS5已经成了新的芯片封口 各种大佬们已经纷纷开始下场了 比如说归线人James Keller 亲自担任CEO的初创公司 Stan Sorrent 就是在研发基于RIS5的AI处理器 国内大佬们也在跟进 比如说前英特尔中国剧董事长杨旭 平头哥前副总裁孟建毅 还有ARM中国的前CEO吴雄昂 都成立了RIS5新品公司 对于中国公司来说 RIS5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 那就是能够规避断供的风险 ARM这家来自英国的日本公司 一直在受美国的影响和制约 比如ARM一直没有授权 华为最新的V9架构 Mate60 Pro搭载的麒麟9000S芯片 就被爆出是基于ARM V8.2架构进行魔改的 那么使用RIS5架构 就不存在这些问题了 如果你对RIS5感兴趣 一定要看看 我和RIS5基金会CEO 克里斯塔·瑞蒙的一小时的专访 面接在下方的评论区里 ARM终于发现 自己的竞争者并不是一个公司 而是一群公司组成的全新联邦 而这群公司也恰恰都是ARM自己的大客户 ARM花了33年构建了从智能手机 到智能互联的广泛生态 战胜了巨人英特尔 也推动了整个人类社会 进入移动互联网时代 然而 这个出身英国剑桥的公司 在尾身日本软银之后 却发现自己并不是帮它 走向巅峰的纯源 甚至也不是它走心爱过的环环 而是那只被金笼子养起来的鸟 主人代价而估 只是想卖个好价钱 如今ARM再次上市 投资者们希望它成为下一个英伟达 但是ARM只想为自己再活一次 只不过它到底是不是真的自由了呢 ARM是个伟大的公司 这毫无疑问 但面对弱小却迅速成长的Race 5 属于ARM的时代 不知道还有多久 关于ARM的未来你怎么看 也欢迎在评论区 说说你的想法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有用请点赞 喜欢请关注 我是老师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